妈 妈 蓝蓝你怎么来了 这不是想你了吗 那个 妈 你这些事情怎么样 我呀好了呢 别没款子了 有什么事情说吧 妈 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 那个 我就是想看看你 我哥跟我嫂子不在家 我说蓝蓝 你不是来看我的吗 找你哥和你嫂子干什么呀 他们两个呀都忙着上班呢 那像你呀天天在家什么也不干 说我干什么呀 他们两个都上班去了 那妈 我今天来找你啊 还真有个事 说吧 我就知道有事 说得好听 快说想我了 那什么 我这一次呢 想找你借点钱 我想做生意 蓝蓝 你还给我借钱呀 再说了 你想做生意 你是做生意得了吗 妈 你是不是太小看你闺女了 我这还没开始呢 你怎么就说我不是那块料呢 我跟你说 我跟别人都已经看好了 这个项目可好了 哦 你项目都看好了 那什么项目呀 说出来要吗 听听 妈 我跟你说了 你也不明白 这我 我那个啥 我想做的这个生意啊 都是年轻人喜欢的 特别挣钱 你就把钱借给我吧 那需要多少钱呀 我跟别人合伙的 我需要出三十万 三十万 太多了吧 这我手里可没那么多钱 你要是说 借三千块钱 我有 再说了 蓝蓝 你这是干的是什么生意啊 一下需要那么多的本钱 听妈的话 要是想干的话 干个小生意 小生意那怎么能行呢 什么时候能回本啊 妈 我这投资越大 挣的钱越多 你知不知道 哎呀 你没钱你给我想想办法吗 我想什么办法呀 你没有我跟跟我嫂子有啊 他没有 那你自己 跟他们借 还有 蓝蓝 你好好想一想 你都让妈 给你哥 你嫂子 借过多少次钱了 你都没还过 妈是不好意思在账户了 我去找他们借钱算怎么回事啊 万一我嫂子 不愿意把钱借给我呢 妈 你是长辈 你说了就不一样了 他们肯定会把钱借给我的 那也不行 妈 你就去借这个钱吧 我当你是不是你闺女啊 你屁事先求我了 这个钱给你去借呀 我等着做生意呢 妈 我可告诉你啊 这有钱你要不借的话 我就整天 什么也不干 妈 哎呀 行呐 别说了 等你嫂子和你哥 她没下班了 我给她说说 那行 你平常没好好说的 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啊 别忘了 借了钱通知我 还说想我了 妈 妈 我回来了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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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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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想跟你说一下 什么事啊 这蓝蓝啊 她今天过来了 她想着啊 做生意呢 做生意 做生意 做生意好啊 这蓝蓝 太想打膝盖出来了 等想起来做生意了 是啊妈 她准备干什么生意呢 干什么生意啊 她说的呀 我也没听懂 关键是呀 这蓝蓝啊 现在知道干活了 说的是啊 她平时懒得要命 不过 她能想起来做生意啊 我们也为她高兴 是啊 就是呀 她手里面那么多本钱 今天过来 借钱呢 借钱 她人呢 懂了 她说 让我呀 跟你们说一声 妈 她什么意思啊 找我借钱 我连她人都见不到啊 再说了 这每一次来找我借钱 都是让你转带给我 她是不是不想还啊 呀 儿子 你说什么话呀 是啊妈 她要是真心想做生意 想借钱的话 她应该她自己来 不应该让你传达呀 燕子 这咱们都是一家人 我跟你们借也是一样的 这蓝蓝说了 嗯 她还给你们 行了吧 她之前 找你转带给我们好多次了 都是让你帮忙找我借钱 可是哪一次她还过啊 再说了 她这次又准备借多少啊 她说了 需要三十万 跟人家合伙呢 三十万 她干多大的生意啊 她说了 是干大生意 这用的本钱多 到时候挣的钱也多 妈 这钱啊 我不能借 三十万可不是个小数目 是啊 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 你们没那么多钱 不可能 我看出来了 你们两个呀 是不想帮助蓝蓝 强子 不是妈说你 你周围哥的 这你妹妹要干生意 你帮她一下 还不应该啊 她就没跟我说 我可不知道她要干生意啊 这不是给我说了吗 再说了 这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非要计较这一点吗 妈 也不是我说你了 就是你才惯着她了 我怎么惯着她了 没惯着你啊 妈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看啊 她就是耍这个小心思 故意把他们当成提挽机呢 她根本就不是做生意呢 强子 你别说了 这你妹妹好不容易想干生意 再作为娘家人就要支持她 今天啊 我用话话料在这儿 你借别借 不借别借 那我把钱借给你了 到时候还钱的时候我找谁要去啊 妈 这个钱啊 我们可以借 不过这件事 你得让蓝蓝自己过来跟我们说 等她过来了 这个钱啊 我们再决定借不借 那好 我一会儿啊 就打电话让她过来 行 那你让她过来吧 我现在要跟她打电话去 也不知道我妈怎么想的 这咱妹妹每次过来借家 妈都答应 行了 等会儿蓝蓝过来了 再说吧 行 哥 嫂子 你们下班了 奶奶 你来了 哥 奶奶 听她妈说你要做生意啊 是啊 你这做生意想好了没有啊 怎么没想好啊 我都跟别人商量好了 只要把这个钱投进去 过段时间我们就能开店了 可是毕竟啊 这三十万不是个小数目 你一下子投这么多钱 以后 能赚钱吗 哥 你说的这有什么话 要不赚钱 我能投资吗 行 那借钱是吧 我同意把钱借给你 真的 那那钱呢 赶紧拿上来 钱都在这卡里呢 你不是都说了吗 把钱借给我 谢谢强子 这钱啊 可不是白借的 你得答应我三个条件 三个条件 哥 你随便说 别说三个 三十个 我都答应你 好 这是你说的啊 那第一个条件啊 就是这三十万不是个小数目 你拿什么抵押给我呢 抵押 有那个必要吗 你可是我亲哥 我是你亲妹妹 我找你借钱 你还让我抵押呀 这亲兄弟 还明算账呢 这句话 你应该听过 你行了吧 少说两句 你别给我不知道 我哥给我提条件 肯定都是你倒的鬼 你给我闭嘴 这是你嫂子呢 你怎么能这样给她说话呢 我告诉你了 这钱 你要借就借 如果答应不了这个条件 我就不借给你了 行行你了 我同意 可以了吧 那我说第二个条件 你要是想借这三十万 必须在两年之内还清 两年 这也太短了吧 怎么 我这三十万还有别的用处呢 那借给你就不错了 再说了 你觉得两年时间短 那你打算多长时间还 几十年 你一辈子都不还给我了 我可没这样说 那你借不借吧 借借借 两年就两年 好 这是你说的 那第三个条件 两年之后 你如果还不上这个钱的话 我会给你要利息 还找我要利息 我说强子 这可人亲妹妹啊 这才用你点钱 人家要利息 是啊 妈 你也别怪我 我也没办法 你好好想想 这他每次过来借钱 都还过吗 我也是为了他好 不但他到时候要还利息 而且啊 还要打签条呢 我这个钱也不容易啊 你可真是我亲哥呀 找你借点钱 你怎么那么多事啊 早知道这样 我还不能去银行贷款呢 是呀强子 你这样做 还有没有亲情呢 这要是怪人 给你借钱 你让他打个签条啊 这人家说得过去 这来的可是你亲妹妹啊 别提亲妹妹了 他亲妹妹 怎么就不会我这个 当哥的考虑考虑呢 你让他自己算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总共借我的钱 才有五六万了吧 他还过一次没有 这次既然又过来借钱了 正好等会打签条的时候 一起写到签条里 你要是写的话 我就把这三十万借给你了 写什么写啊 我除了借你这三十万 我什么时候借过你钱呀 我怎么不知道 哎 你这就赖账了是吧 我以前借过你那么多次钱 难道你都忘了 是呀兰兰 你可不能不认账呀 我认什么账呀 我什么时候找到借钱了 我跟他说个话吗 兰兰兰 你可不能这样说呀 是你让妈给你哥借的钱 兰兰你不想承认啊 你让我承认什么呀 那是你找我哥借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每次都是从你这拿的钱 我还以为那是你给我的零花钱呢 哥 你要是想找人要钱 你找妈去 那五六万我不认 妈 你看到了吧 这就是你的亲闺女 合着你每次给她的钱不是借的 是给的零花钱呀 兰兰 好呀你 我没想到 你自己的亲妈呢 你都算计我 当初说的好听 让我帮你给你哥借钱 现在 倒不认账了 我告诉你 这次就算 这个钱呀 你哥借给你 我也不同意借给你 儿子 这个钱呀不借 你还是不是我亲妈了 我现在去学用什么钱啊 你居然不让我哥把钱借给我 就因为我是你亲妈 我才这样说你呢 兰兰 以前呀收财贯了你呢 现在呀 我要看明白了 你呀 不受信用 就你这样的人 以后 谁也能把钱借给你啊 兰兰 我这个当哥的 得说你两句 你也老大不小的人啊 都是结过婚的人 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你这是什么行为 你知道吗 老赖 在家里面 你找我们借钱 我们可以灌着你 一时半会儿啊 不需要你还 可是你在外面找别人借钱呢 那事情闹严重了 他们可以起诉你的 兰兰 你做事情要想到后果 是啊 你看你也老大不小了 也该学会勤俭持家了 你要是以后再这样不着调 昨晚有一天 你会吃大亏的 兰兰 我们说你也是为了你好 你学道理呀 你也该明白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你如果不答应这几个条件 这个钱我是绝对不会借给你的 你还是回去吧 你不借拉倒 你不借我找别人借去 你以为究竟有这些钱呀 兰兰 你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错呢 妈 你还是不是我骂了 他们说两句好话 你就向着他们了 行了 你别说了 你走啊 走走走 乖不着你们借了 哎 兰兰 你还真找别人借钱啊 行了 你放心吧 她就算出去找别人借 别人也不会把钱借给她的 燕子 张子呀 对不起 妈以前呀 真的不知道 兰兰呀 她是这个样子 不过 你们放心 这妈以后啊 这个钱呀 都攒着 把兰兰借你们那些钱呀 我尽量打给你 你还 我们怎么能要你还呢 妈 我们找她要钱 意思是 想让她以后能回赶 不要她再像现在这样了 可是 这跟你没挣钱也不容易啊 妈以前啊 都是太糊涂了 才帮兰兰借你没那么多钱 行了 只要你以后不惯着她的就行 只要兰兰能给啊 这也是个好事 是啊 这过去的事就不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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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